那接下来我们放一个胆管癌的案例 这个胆管癌的案例呢 也是很珍贵的 是我们的志工全体一起合作的 胆管癌案例 梁先生73岁 驻美国旧金山 2011年检查出罹患胆管癌 动手术割了胆 因为胰脏大肠胃有感染 也割了一部分 手术后做了半年的化疗和电疗 2013年癌细胞原位复发 再做化疗和电疗 这一次做完化疗后 体力严重衰退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而且手脚变黑 2014年2月20号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发黑 化疗和电疗的副作用 手心手背都变黑 脚底和指甲也严重变形发黑 2014年2月20号开始接受按推 一星期三次 太太也学手法 每天帮先生按推 温敷煮浆水 两个星期后 志工拍摄脸部和手脚都不再那么黑 体力也逐渐好转 两个星期就看到效果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 手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 脚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的变化 梁先生更加有信心 半年后 体力大幅改善 复诊检验报告 一切正常 半年前发黑的手 半年前变形的脚及指甲 半年后恢复正常的脚 半年前的气色 半年后气色红润 一年多了 姜水按推温敷运动都没有间断 每星期还是到原始点的推广点报到 现在体力很好 能吃能睡 感恩张医师发明原始点 造福病苦的人 更感谢志工们 为他服务一年多的 无私奉献与爱心 2017年9月 后续追踪 2014年2月 开始做原始点至今 坚持运动 身体越来越好 他运动很听话 他很配合 全靠运动 全靠运动 这是在2014年 也就是说 我们在2013年就开始给他做 然后2014年 他好到这个程度 这是在2014年做的案例 现在这个人 2017年9月我们追踪 我们那天直接打电话说 我们要做后续追踪 因为最近没看到他来了 之前他每个月都来 最近没有来 我们也突然间想到 赶快打给他 他一打电话 哇 中气十足 他讲 赶快叫他过来 这样为什么要提到这个2014年的日期呢 2015年的5月 张医师开始讲病因 对不对 才开始告诉我们 体力虚弱 疲惫不堪 对不对 脸色发黑 面无光整 有没有 我们看到这样的话 是什么现象 已经是病危了 但当时我们的资风能 我们知道他很严重 但是我们还不会变到说 他是病危 所以呢 我们还是很幸运 然后资风能还是很笃定 因为在还没有知道病因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做过 类似很多这样的案例 所以大概知道 可以怎么样操作 那这一年当中 他几乎一个礼拜来四次 剩下的几天 就是他太太帮他做 我们的资风会帮他太太做 因为他太太很辛苦 每天要帮他老公做 所以每次来的时候 我们的资风都会帮他太太按推 让他觉得好开心哦 来到这里很温馨 所以我们每次来 我们都不先帮患者做 我们都说来 我们帮他太太做 然后他先生就说 我是患者耶 我们说你错了啊 没有他啊 你怎么会好 所以我们的资风真的很好 就一定会服务他这个太太 然后他呢在这一年当中 所有的我们告诉他要执行的 他每一个都做 每一个都配合 像我们刚刚讲 他的这种黑色指甲 我们拍摄 我们大概每个礼拜都拍摄 所以这里面又牵涉到 有很多的资风要帮他 在做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全身按推 像他这么上的重病 所以神经理他就会规定 会有一两位是专责 负责这一位帮他做 然后其他的人呢就做协助 然后呢还有资风呢 就是观察 很清楚的知道 哪个地方要拍摄 然后要会做 对其实他们都很喜欢的 告诉他做工作做起来 就像张医师说的 如果没有做案例 就只救他一个人 如果做成案例 可以帮助更多人 所以呢我们会跟他沟通 说你这个非常珍贵 我们要做成案例 哎结果他会非常的乐 所以我们要跟他播放的时候 他刚开始我还问他 你要不要马赛克 要不要遮起来 然后就有资风说 遮起来就看不到红轮的脸 是不是 因为就遮住了 然后他就想一想 好啊 没关系吧 你们放吧 但是就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这个是胆管癌的案例 这个胆管癌 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在做他的时候 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不在旧金山 但是我们的志工 就这样子 这么样有爱心 大家分工 一个团队的精神跟力量 把它这样子帮助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志工 都让我们很感动 这是胆管癌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各位最近有看到一个 田中的案例 就是日本人牛逼血 我们看过陈大明的案例 我们都知道要花费多长的时间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案例都越做越快 不用到那么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更懂得方法的 我们又更懂得 温敷的效率 对不对 然后在现在帮他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缩短了 所以从日本人的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就发现 那为什么会变懂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案例里面的一些细节 好不好 我们就来比较 为什么他比陈大明还要严重 但是他比陈大明 好的要更化 那他好了以后 我们接下去 我们做了好多牛皮血的案例 好像旧金山现在都是在 很会做牛皮血 有人打电话来 我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一位叫陈经理的 我要找他 因为他会做牛皮血 牛皮血案例 2007年开始有牛皮血 用过各种方法 吃过各种偏方 过了九年 不见好转 反而恶化 全身开始水肿 稍微动一下就痛 无法工作 心情低落 更是恐惧担忧 脸 手脚 全身一直掉皮血 真是体无完肤 已无外皮 只有皮下组织 每次一动都痛 无法睡好 真是噩梦一场 朋友介绍一个原始点 调理牛皮血的案例短片 我们看到他情况也很严重 用了原始点完全康复 这给我们很大的希望 于是找到了旧金山原始点的服务处 2016年9月3号 开始进行原始点的体验过程 第一次到推广点时 志工告诉我 每天都要拍摄 一定会有明显变化 而且 只要照着原始点的方法做 必定会改善 刚开始 我半信半疑 拍了两周 也没有太大变化 旧金山推广点 派志工到我们家做家访 仔细关怀我们哪里做得不到位 发现我们姜水煮得太淡 室温太低 温敷也没做到位 结果经过志工指导后 短短一周就明显看到改善 2016年10月24日 一个半月后的脸部 手部 脚部 及背部 这一个半月的进步改善 我们太感谢 也太感动了 我觉得是 一 志工爱心指导 及细心按推 二 程先生的心灵指导 喊话 三 喝比较浓的姜汤 四 多温敷 尽量休息 五 做运动 两个月后追踪 身上的皮肤完全康复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再次感谢所有旧金山的志工们 相信我们只是众多受惠病人的其中一个 我们愿意以我们的案例证明原始点理论 加上实际操作 让我们全家重现欢乐 更重要的是这过程中 我们感受到的爱心与鼓励 感恩张医师及志工们 无私地帮助人们解决病苦 作为一个视频 我仍然能不能相信 其实我开始 这个事件 2006年 它在 Los Angeles 我工作了 很忙碌 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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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壓力,可能食物 但是在10年來 我認為這個酸化的酸化 有些時候會出現 有些時候會出現 但是在最終我身上的臉 我手上的臉 所以我從來沒有穿過三個 只是長短短 我可以遮住 因為我必須為家人的錢 但是在最初我年來 16年末年末 我感到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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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的视频 从头上到头上 全部都不在其他地方 甚至失败 尤其更加更加弱的地方 皮疙瘩的皮疙瘩 不可以走 我认为我四个孩子 我认为我已经做了 我的妻子有朋友住在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她给了一个视频 她把视频拍了 我太惊讶了 因为我太难以信了 但是因为视频的视频 我真的非常感激烈,我去San Francisco 那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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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他只是很自信, 我认识,我认识,他说, 不想认识,我认识,你会回来, 当然,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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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里边超纳的表情感的, 根本都能 turbo得까지, 但先告诉我,他我的 conson小小小 apple, 啊, SO бол秤, 我是这边员好痛 但不要推速中的حد不重要 非常痛,但没秧 comm effect 在2006年,我第一次在娼娼娼 他們給了很多酸酸,酸酸酸 有什麼樣的治療 當然,我只會重新回復 但我停止了,因為我停止了 因為我感覺很危險 所以我開始了 在初期,我放了蚵蚵蚵 臀部,臀部 臀部 因為痛,我好像臭了 很痛苦,但我只是相信他在說 我妻子的同樣說,就做了 但後來,其實變得更糟糕 更加困難,更加困難 更加困難,更加困難 更加困難,但幾個月後 我感覺到我身上和你的手 一會兒,我感到希望 我感到希望,更加困難 但我感到更加困難 我,我可以看到 你看到這樣 我沒有想到的 剪刀刀刃 我以nat美之十年以后 我程度紧寂寞 でも端末 只是神圖 我将近 Emergency sen moderne 但是我真的真的想要感謝這些工作 大家也想要感謝這工作 我和自己也想要感謝 我覺得我先的例子就是 他心靈上的這種喊話 或者是說鼓勵、安慰 我是看不到這個力量有多大 但是我看到他那種信心的恢復 它提升得很大 因為每次到了谷底的時候 剛剛有一個就是 怎樣從絕望當中可以帶來希望 这个转变非常的大 那特别是我们对这种情况 完全不就是无知 无知就会恐惧 那恐惧感其实是 真的是会把人家拖到地域那种感觉这样子 那我就这一点就是 陈静领Luna 我真的觉得很怀疑 他们信心到底从哪里来 还有一点就是说 原始点不只是肉体上的改变 那我们心灵上 因为他以前老实说他很爱发脾气 但是陈静领跟他提到一句 就是他陈静领讲很多 但是这一点他记在心里 就是不要很容易生气 那他就记在心里 但是这句话确实 我看他从原始点之后到现在 他这一点改变很多 那我觉得这个也 所以别人的喊话 其实是影响很大这样子 我的亲身经历 真的是很感谢 异夫给我们的那种 不管什么 我只能说真心的感谢 跟所有的病人一样 真心的感谢 很感动哦 看了他好起来 其实我们心里 我每次看所有的 还是很感动的 那当他这样好起来 你看看他一个家庭 有幸福美满了 那从这个案例来看 其实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很重要对吗 真的是这样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被癌的人 他默契 他来跟我讲 那他就说 医生说叫他准备要签 说他最后几天 假如他断气的那个上纳 要找哪些人过来 要不要做CTR等等 就来找他 然后他就觉得他很绝望 那在美国的医生 他们最后在临终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很多的那种社工人员 会来关怀 其实看起来像做得很好 但是其实是让他们 心里面是很难受的 哪一个人想要 虽然你都对我错都非常的完善 但是就好像我没有明天了 其实这个人到现在都还活着 那么他来 那我很知道 美国他们会做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他来的时候跟我讲 我就跟他笑笑的说 那他有没有拿氧气筒到你家 因为我知道有的都会搬氧气筒来 有啊你怎么知道 我说对啊 那他还放什么在你家 他有没有给你拿一个紧急电话 他说有啊 我说那他还有没有 叫你那个病床 要换那个 他们就是最后 要排那个单价方便 他会叫他不要睡他自己的床 会送一个那种 就是比较运送方便的 我说他床送来了没有 我就这样讲 哎 因为全部都知道 我说对啊 他们都是这一招啊 这个也会做 那个也会做 他说对啊 都有啊 我说放心啊 好多人这样子都还是活下来了 他说真的吗 有吗 像这样子的都还可以 我说可以啊 好多哦 我其实他第一个 所以他就非常有信心 他本来是他家里把他排下来 他后来回去 他会自己下楼梯了 所以这个信心的鼓舞 信心的喊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从这一点我就觉得 我们做原始点 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有爱心 但是我们把他理论扎实了以后 我们把他变成一种很爱心的话 来告诉他们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我曾经做一个肺癌的患者 当时在做的时候 他也是第一次做 我做完以后 刚好是通过圣诞节 就像现在这一段时间 他是被纤维化 他的壳呢 就这样 那都是壳不出东西来的 那结果我帮他绕完啊 做温敷啊 大概做了差不多三个礼拜 他觉得蛮好 那圣诞节也去休息啊 以前我们圣诞节 还是要比志工放假 现在我们就不休息了 为什么 就是他给我们的 一到了圣诞节放假 他找不到人 他就要去看医生了 我们现在圣诞节都不敢休息 要继续临业 结果他当时呢 他就是圣诞节 他就是咳得很厉害 咳到什么程度 咳到吐血 吐了很多 哇 最后还咳了一个大雪块 所以他的家人就说 不行 你还不要 你不要去等原始点开门 他们要放到 到一号 送去医院吧 哇 就这个时候他打电话给我 他就告诉我 罗娜 像我现在这样子 咳到这样子 血块都咳出来了 哇 差不多有半脸膨 怎么办 其实这位我紧不紧张 我也很紧张啊 那时候又是半夜 又不能打电话给张医师 那时候是201100年的时候 那我就想 但是他之前咳不出来 现在能咳 我就告诉他 好 这是好转的现象 哈哈哈哈 我说这是好转 因为你看你之前 咳 都咳不出来 现在你看 补充乐园 喝这么浓的姜汤 然后你又爬楼啊 爬七层楼 都可以爬 体力这么好 那时候老师还没讲体力 好啊 我也没有讲什么叫好转恶化 我不会讲这个名词 我只是说这样子是好现象 你不要怕 你不要去医院 去医院 他说对啊 我也知道 去医院又是给我拿点滴检查什么的 又是冰冷的 我也不想去 我说你不要去 这是好现象 要不然怎么咳得出来 你看咳出一个血块 要多大的力气啊 哎 我当时就这样讲 讲完里面 我就一直等 半天这样的 我就打给张医师了 张医师像这种情形 他说这是好转的信心 我就很安心了 我第二天我跟他讲就很大声了 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啊 我告诉你 张医师也是这样说的 他就很高兴 很感恩 他本来也是三个月 也是讲三个月 他说现在都活得好好的 所以这样子的信心 这样的力量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还有一个是癌症患者 是乳癌 然后他扩散到肺癌 然后到肝癌 后来已经到补水了 都有了 但是他就很坚持用原始点 可是他不住在我们旧金山 他住在哪里 他住在佛罗里达 他完全是看张医师的案例 看张医师的理论 然后他坚信吸帮不了他 他都扩散 所以他坚持用原始点 他自己煮姜水 我就寄姜给他 他也没有力气过来了 他就说没关系 我去雨不去 我现在就想起来 张医师最近有讲一句话说 重症患者 百分之七十要靠他自己 是不是有这句话 当时这一个人 他就有这样子的指挥 我觉得他很好 他告诉我 其实现在都应该靠我自己了 你们帮我按推 这么虚弱 也没办法什么按推 我就在这里了 所以他经常打电话 封我联系 他现在怎么样呢 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不能帮我问张医师啊 其实很多人都会叫我帮他问张医师 其实我都没有问张医师 不过我都是从张医师里面 坚定的理论基础跟话语 给我信心的 所以我都是照着说 照着做 所以有一次 就是给各位 很深切 很深刻的一个经验 有一天他打电话来 他就说 Luna差不多了 我怕熬了十个月 就是到骨髓了以后 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已经是十个月的痛苦了 但是用原始点 温敷的时候 他已经好很多 他那天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Luna 我晓得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今天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气上不来了 他现在又是外国人 我就说 那你先生有没有稍微帮你按推 他说我先生这个时候已经跟我讲 不要再叫我做什么了 你送去医院吧 都已经到这场不能呼吸了 还要做什么 就是送医院 然后他就跟我讲 Luna我还是不想去医院 但是我现在还可以做什么 你帮我问一下张医师 然后我就说 我那个时候还真的是 没有碰过这样的经历了 我还不能够随便说了 对不对 我心里也很着急 但是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还是要动 你可不可以这样一直躺下去 躺着 我说你还是要动 他说好我知道的 他是用微信 所以是用讲话跟我讲 后来就没办法讲话了 是用打字的 我就知道他没力气 我只好半夜也打给张医师了 我说张医师 我请教过你这个肺癌坚持十个月 他现在已经没有力量了 已经躺在床上了 他说是不是就这样等死 还是最后他可以做什么 张医师就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你讲得对 你跟他说要动 因为他闯不过气 躺下来 可能就更闯不过气来 要动一下 这个时候只能靠什么 靠自力了 你自力产生了一点火花 要靠你自己的 这时候的灰烬 靠别人力量不够 只有靠自己很薄弱的 丢一个小纸片 看看能不能燃烧起来 那张医师讲 我就告诉他 那张医师跟我这样讲 叫他不要躺在床上 叫他下来走 所以我有跟他写说下来走 他回我说 不可能 他说不可能 他连下床都下不来 还要叫他绕着走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要相信张医师的话 一定是下来动 有动你可以 有力气 然后好久 我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我一直在等他 有没有发信息 到了第二天 发信息来了 他告诉我一件事 各位 他说他下床 沿着床 他走一圈床 要超过15分钟 你就知道有多吃力 一个床有多大 但是他走了八圈 火下来 这八圈 他慢慢慢慢的走 他说当他走到第五圈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呼吸 比较顺畅 所以他就继续走 走到八圈 所以他后来告诉我 他说他后来又可以讲话了 他就知道他活下了 所以各位 到濒临这样子绝望的默契 都还可以救起来 其实这股力量也是我们给他信息 还有我们知道要怎样用什么样的方法 确实的来帮助他 对不对 要掌声啊 掌声不是给我 是给这些在绝望中的人 他们都还这么样的有信心 这是张医师给他们的力量 所以我经常都会告诉我自己 我们何德何能 我觉得我们何德何能 我们得到这么好的好华 然后我们就可以帮助这么多的人 让很多人这么样的赞叹我们 敬佩我们 感谢我们 那哪里是我们会的 你说是不是 我相信在座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当别人在跟我们 鞠躬坐一感恩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感恩 我们怎么何德何能 能够学到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是医生 对不对 各位在职场上 可能都是刺诈风云啊 好的职位啊 公司老板啊 或者什么主管啊 都是做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一桩事情 我们要来决定来服务人 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 在这短短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而这一点点有意义的事情 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对不对 一定是靠我们一个团队的精神 靠张医师这样的呼吁 让我们大家的附和 让我们大家的团结 然后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做的其实永远都不足的 永远都不够的 我常常回到台湾 我坐计程车我就会问他 你知道原始点 然后我就说我等一下就是要去原始点的基金会 他说我不知道耶 好多人都不知道 好多人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会一直讲 我就说原始点是什么是什么 然后他说小姐你告诉我啦 我说你等一下我去拿一本书给你好不好 我下去他就走掉了 其实我都很希望很多人他能够懂原始点 昨天我跟我先生出去吃东西就站在那边 我看他就不走了 他就一直看那个 他说这三个是你女儿啦 你们一起做生意 是啊 那你懂不懂原始点 他说不知道 上网打原始点啊 然后他太太就随便听我们讲句话说 哦 诶 理论很好耶 就是要饱满对不对 我就是这种观念 我们家的人都不听啦 诶 你讲得很好 你来告诉他们 你这个理念很好 所以知道的人还是太少了 各位我们努力还不够 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宣扬出去 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都可以做 比如说我去纽约的老人院 我去的时候呢 我就是找那些老人 他们都脚不能走路对不对 很多嘛 然后医生你知道美国医生 都是叫他们不可以走路 不可以打楼梯 不可以运动剧烈 对不对 那我就问他们 那这么久啦 你两年啦 你一年了 你三年了 那你都听医生的话 有没有比较好 没有嘛 都更废话 我就说他都没有好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人时点会好 你就先做一个 找一个 跟你比较好的老人家 有没有在听我的话 我就先让他做好 做好以后每个人就会看到 哎 整个他现在可以爬楼梯了 那我都是这样做的 我就在老人院里面做 做了十个 再来二十个 然后整个老人院的人都知道 我问我大家都知道 有个原始点 你们知道现在老人院 有没有老人院 有好几个老人院 他们的餐厅啊 都在播放原始点啊 他们吃饭时间 休息时间 就播放老师的原始点 我前这时候去看 他们还放在2013的 我说现在都可以放更新的 你又拿去给他们 然后老人院的人 就会告诉我说 哎你过来教吧 哎就去教他们 教一段时间 那些社工人员都会学 隔壁多久 就有另外一家老人院找我去了 哎我说再带我们的志工 再到那家去服务 就这样子拓展 对不对 就慢慢的 就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然后也让我们的志工 有机会去做服务啊 现在我们很多志工 也不用去啊 里面已经有好多人都学会了 好多社工人员都会了 至少做屁股柜就可以了 对不对 做西兵柜做就可以了 所以呢 在纽约哦 就是从这样老人院 这样子做起来 然后给他们有这些观念 我曾经在家户病房 做做了一个患者 我每次去我就讲这些 给这些老人听 我的志工告诉我 他说 Luna我的亲家在医院里 今天要把管 在美国的医生啊 要把管会通知家属 因为已经躺那么久了 要把管大概就两三个小时 可能你们家人 都要来跟他再见了 所以他就告诉我 我怎样两点多钟 要去看我那个人进家 他说要把管 我们做志工 像这样能不能救啊 这是已经都昏迷了 那你想能救吗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说我们去看看好了 他就说我带红豆袋 我们带点加水去好不好 我说先去看看吧 他就带了红豆袋 我们就出发 去加户病房 一进去加户病房 我一看到他 其实我们都做志工这么久了 我们也理论基础都懂 一进去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感觉 加户病房很冷 那时候我们进去都是穿羽绒衣 然后进去看着他躺在那里 穿了那种薄薄的衣服 然后两只手伸进去 绑了后面一个袋子 就这么薄 手脚都是张开的 我说这么冷 我说他八成是冷死的 哪里是什么昏迷的 结果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试试看嘛 叫他们给他毯子啊 帽子啊 手套 给他保暖嘛 我就跟我这个志工讲 他就说我去沟通看看嘛 这些外国医生喔 沟通很难耶 护士说不可以 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发烧 会发炎 不可以 我说他不是讲 人家把他管一两个小时就要走了吗 那死马当国马医也让我们做啊 这下子这句死马当国马医 不晓得他们怎么翻译的 就翻译给这个外国人听 这个外国人就OK 就随你啦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只会讲的就是 是冤诗变 按推 温夫 结果我们现在 原始点英文首册也叫温夫喔 对不对 也叫按推喔 对不对 都没有变 不要变还是比较好 我们都会讲 结果这一个太太 她是不理的 我最能救她的人都还要排队 因为是要送最后一层嘛 就很多家属嘛 三四十个要排队进去 我最能救她的也是要慢慢等 但是我也不能跟她讲我最有用啦 但是我每一次一进去 都要看四下没有在注意我 然后手就伸进去背后 帮她心脏揉一揉 对不对 我不敢给我们志工揉 我们那个志工很重 我怕那个我们讲灰镜的 等一下一揉揉走了 对不对 我说我来 然后我帮她揉 然后呢 每次要按头部就很明显 那小姐都会过来 然后牧师会过来说 你在做什么 我说没有 帮她按摩一下 然后帮她按推 很厚也是 就这样子连续帮她做两次 我感觉她手慢慢暖起来了 因为给她厚的被子嘛 她习副帽子也给她戴 手套也给她戴 就觉得我第二次进去的时候 就觉得她暖起来 我就觉得这样是有救 但是外热也够了 对不对 什么不够 内热也不够 我就告诉她我回家 我回去煮江湯 哇那个时候是2011年 2011年的时候 还没有用干姜啊 还是新鲜姜回去快点拿弄啊 我跟他们讲两个小时过来 拿保温杯来 拿给她喝 那时候去啊 用姜水煮得很浓 保温杯半杯 去的时候我也还是很紧张啊 那时候还用棉花棒 沾 然后棉花棒滴给她 棉花棒都沾了一大堆姜水 根本滴不下去 那时候没经验很紧张 后来张医师就跟我说 你怎么会那么膨 不会用那个西瓜 那时候没想到 现在就会了啊 各位现在就知道 不要像我用棉花棒 好各位 她的媳妇给她滴到第八滴的时候 她的喉咙这个地方 你知道她都是插管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僵硬的 但她看到她有那种吞咽的感觉 有没有 动了一下 诶 她就告诉我 那她就跟我讲说 我婆婆这里有动了 好像是不是她有吞进去了 我说你看看她嘴巴 你这样动一下 因为我们背进去 她都在这里都又流出来 我说你动她一下 没有流出来就是蹲下去了 她说有啊 刚刚会那么一大堆没有流出来 就进去了 各位进去的时候 这个好现象 所以各位七点多会晚她 晚上十二点离开加护病房 哇 太感动了 离开加护病房在那个 普通病房 住三个月就出院了 后来医院的诊断说 是用错药了 他们出院以后 全家人所有的人 全部都到了我们 旧金山的退房地 来谢谢 但是我也不在 我也刚好去纽约 我也不在 听说很多人来找一位叫Luna 然后就说 有一位是神医啊 其实哪里是神医 不是 其实就是我们张医师的这个 伟大的原始点 让我们可以救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们就废有信心 所以我们就废有信心 废有信心我们就觉得 我们更要把这个法 来传说出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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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